海英航空公司 也是能够长时间在空中停留 在反恐、反尤机等任务之中具备极佳的效率 这些无人机一推出 立刻获得国际强烈反响 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从中国引进这种无人机 国外用户也将国产无人机也在利比亚、埃及、也门等战场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实战之中也发现现有一龙、彩虹这类无人机最大问题 那就是战场生存能力不足 这些无人机速度慢 升线低、机动能力弱 缺乏自卫干扰系统 一旦被发现只能被动挨打 即无还手之力 因此这些无人机只能用在低强度对抗环境 面对防空实力稍强的对手就不行了 美国RQ4全球英无人机 在伊拉克、阿富汗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靠近伊朗就被击落 充分显示这种无人机在高强度对抗环境生存能力低下 为了解决现有无人机速度慢、高度低、信号特征强等弱点 提高战场生存能力 发达国家推出了新一代无人机 例如美国捕食者C无人机 这种无人机采用涡扇发动机 速度更快、升线更高 最大起飞重量也增加 再和更大 机身采用隐身设计 包括弹舱、武器内挂 以降低RCS 进气到河尾喷口 采用弯曲设计 以进一步提高无人机隐身性能 美国空军曾经试验性 把捕食者无人机部署在阿富汗 以验证它的实际性能 尽管捕食者C无人机没有服役 不过也为隐身无人机发展 积累了经验 根据国外同类型无人机发展 航天科攻集团海鹰航空公司 研制了WJ700侦察打击 一体化无人机 从海鹰航空公司在珠海航展提供的资料 WJ700是一种喷气式高速无人机 具备侦察、打击一体化能力 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情报等任务 还可以进行海面搜索、远程警戒、电子侦察、电子担扰 必要的时候还能挂载武器对地攻击 海上反舰、防区外打击等等 WJ700侦察打击一体人无人机 采用流线型机身 机身呈现菱形 上半部向上倾斜 下半部向下倾斜 这样设计能够提高机身衍生能力 机头有明显隆起 已容纳卫星通信系统 另外这个凸起 还对机背静气道起到遮挡作用 机身两侧设计有大展弦比平直翼 采用一身融合体与机身连接 已降低无人机阻力 WJ700无人机大展弦比平直 使用碳纤维材料制成 由于机翼展弦比较大 一根载荷非常大 对于材料和工艺要求极高 从中可以看到 国产飞机结构和材料进步 WJ700无人机采用无平尾设计 尾部只有两个V型垂尾 尾部非常简洁 也有利于降低无人机RCS 还降低了重量和阻力 从整体来看 WJ700具备较强隐身能力 而对对方防空体系生存能力得到有效增强 WJ700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 3500公斤 发动机应该是国产一吨级涡扇发动机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超过500公里每小时 这个指标几乎是一龙 彩虹无人机两倍多 由于涡扇发动机油耗较低 所以它的流空时间比较长 续航时间达到20个小时 最大声线应该超过1万米 超过了大多数轻型防空系统射高上线 WJ700无人机在两亿各有三个外挂架 可以挂载精确制导炸弹 空地导弹 反辐射导弹 小直径制导炸弹 激光制导炸弹 激光制导航空火箭等武器 探测系统方面 WJ700无人机可配备合成孔径雷达 光电吊舱 电子侦察系统 通信侦察系统 电子干扰系统等